另外县议员李秋旺则是提出 行刑路延伸到中央路四段 如果直接延伸到美轮西畔运动公园 花莲市公所的财政困难 希望未来县府大力的来支持 以整体的规划来做发展 等议题来做质询 李秋旺议员这次将投入花莲市长的选举 提出了相当多的花莲市公所 在基础建设由于经费的拮据情况下 导致相当多的计划挚爱难行 也呼吁花莲县政府能够在未来 全力的支持花莲市公所的 整体发展与规划 我想花莲市啊 国庆里 国墙里 国府里 可以说是花莲的边陲地带 就是因为没有道路的规划跟开闭 而造成他们目前的发展的停滞 当然他们是一个人口密度不高的地方 那因为这样就是没有道路的开辟 所以本席特别提出 从达古福安大道运动园区 能够连通到左仓运动公园 如果能够开辟这条路 我想对于国庆里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 十六谷大道 现在目前是通道中央路四段 如果能够延伸到 我们的美轮西畔运动公园 也就是持基路 当然对于国墙里的发展 绝对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 我们知道 许县长非常地关心 我们的小孩子的教育 因为疫情的关系 线上教学是非常地重要 因为停班停课不能停学 对于从托育 幼儿一直小学 国中高中大学 他有非常完整的一套教育的推动理念 以及线上教学的部分 我想这个成果 我们也看到了 当然 我想对于青年创业的问题 许县长也很完整的 包括青年创业发展中心 让他们怎么样来完成花年的梦想 青年的梦想 我想通通做得非常详细的说明 我们当然也要谢谢 县长对于小孩子 对于青年的关心 同时因为 秋旺在这三十年当中 受到花年市民的爱护支持跟栽培 能够有幸来服务 花年的市民 而为了能够把我的所学 我的所有让花年市民能够了解 同时也希望能够好好的 无牵挂的 来替花年市做更多的事情 所以我想 我把我对花年市政的坚持 做了完整的报告 也希望能够得到花年市民的支持 记者林杰花年市采访报导 记者林杰花年市采访报导